大家好,我是北美区块链协会NNBA主持人陈范金函,今天很荣幸请到台湾信贷联合创始人之一,顾硕作为我们本期的访谈嘉宾,您好,跟观众们谈招务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顾硕,顾硕毕业于加州大学博克利分校经济专业,曾在华尔街做high frequency each other,在2015年创立海外信贷,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海外信贷吗? 好的,我们海外信贷做的是所有中国人走出中国之后在海外的一个金融服务,其中也包括小欧接贷和信用建立。 那可以介绍一下海外信贷的核心团队成员吗? 哦,我们团队的成员有一位是之前创过两次业的一位联合创始人,然后还有另外几位呢,包括我,都是当地的一些留学生,然后在这边或者是一些新移民,这个在美国没有信用,曾经受过这些苦。 那是什么样的信息措施以创立的? 这主要还是发现了市场上的问题吧,就是我后来发现,像我是留学生,但是我在这里待四年,我的信用分数还是很低。 然后像很多新移民就别说了,刚来,无论在国内好像生活跟黄泉一样,但是来这边之后,没有信用分数,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但让我们就觉得很多值得的。所以如果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让这些中国人走出中国之后,他的信用分数也不用从零开始,然后有一个基础,这样他的基础生活就会变得更好。 那海外现在,主要针对的用户群体,除了留学生,还有新移民,还有其他人? 我们其实未来想做一个,所有的人走出自己的国门,到海外的一个生意。但我们现在其实只做了,中国人出了到美国,然后慢慢会慢慢回来。 那海外现在呢,主要包括的产品对的用户呢? 那些P2B啊,或者商业的那种的? 我们现在主要上线的是,可以总结这三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可能比较适合留学生,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可以先申请一张信用卡。 我知道很多当地的这个银行啊,也会让你申请一张Secured Credit Card。 但是,就是据我们所了解,这些银行是不会把留学生的这个信用行为给你发送到信用值的。 也可能我不对,但是据我了解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边能做到,就是确保我们会把这个信用卡的这些流水啊,他的信用行为都发到信用局。 这样对留学生来讲,他可能在拿到3号之前,他就有一个信用Pro File已经建立起来了。 对,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留学生的想法。 第二个就是针对新移民的。 现在不是有个贵钱不太方便的这么一个跑了行吗? 像无论是家长给孩子贵钱,还是新移民自己平常的一些市场开销。 他们在美国就是不能做一些个人贷款的,美国不会借给他们。 然后我们第二个也就是一个个人贷款的平台。 有钱的人可以在上面投资,挣一些外快。 没钱的人可以先借一点小钱,然后方便一下生活。 就是我们前面上下两个产品。 第三个呢,我们是希望做一个整个华人的信用体系。 有点像美国的这个Experience,它给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信用分数。 然后如果你去贷款的话,你去做任何的商业行为都要查了嘛。 但华人没有。 中国信用是有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普遍的海外。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根据每一个人的海外的消费信用体系。 之后将它卖给当地的商家。 很多人都看好了这个新一间市场。 带款买房啊,带款买车啊。 他们没有感到真的去有Tash这个Market,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行为。 每年后把这个数据卖给他们,让他们觉得有据可学。 就是跟那个Experience有比较的。 海外现在的共同点和共同点就是我们做的都是一个个人的信用报告。 同点呢,可能就在于我们除了信用报告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个监管的服务。 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新一名在这边,他其实想要带款。 更多的这些新一名和留学生态的主要的家庭支付啊,还有进展来源都是在国内的公司嘛。 所以我们会变成一个网状的风险体系。 在国内能监测到他哪几个公司做怎么样。 所以我们可以一时间就遇到风险,比如他国内的公司的母公司哪里的资金链出了问题。 我们就能发现,我们就会发现他有可能在商业之后还不清闲。 这是不一样的一点。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参考的因素不一样。 我们参考的会更基本一点。 比如说这个人住哪里,住哪个区,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 还有留学生的在哪个学校,学校的rank怎么样。 看他成绩怎么样。 那有考虑过任何正技术来结合部分的记录。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用量是2万多。 我们可能要等到明年。 能输入量做赛之后。 每一笔交易的记录啊,决定啊,还有分析啊,我觉得以后都会用到。 我们现在的运营情况,对我来讲还是挺吃惊的。 我们6月份的产品刚上线,然后两个月突破了2万。 然后也开始有人在上面来来回回的看。 然后有些人愿意借一点啊,投一点。 这些都是比较出乎我的意料的。 对,我觉得我们的运营都还不错。 然后我们第二期的产品也马上就要上线了。 我也在U。 对,我想我也在U。 那目前海外现在在美国的什么类型竞争对手有哪些呢? 我知道中国有一些公司看好这个市场,然后他们也想做。 但目前还没有做。 在美国的话我可能会说跟当地的一些银行会有些相似的吧。 像例如那个secure credit card都会有。 但不同的就是我们可能更给中国的留学生一些不同的福利。 我们不光是可以把他的信用记录发到信用局。 我们会在每一个信用卡上放一个新的sticker。 这个sticker可以给留学生带来很多的福利。 假如说你租房的时候帮你免费找房子啊。 你想买车给你去拍卖让你省钱啊。 你想卖车帮你卖啊。 汽车寄存。 我们就是更像帮助留学生生活服务会更多一点。 美国的银行是不会装备留学生做的。 那就是相比美国的银行和ChaseBOA。 那海外信贷的信用卡的优势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申请比正规的简单一点。 然后我们会帮你开始建立你的信用profile。 其实就是在生活上你会有很多的那些免费的东西可以拿。 然后我们之后马上就会开一个, 像我们就是说到留学生去餐馆的时候, 一辆海外信用卡就不用排队了。 那你怎么找到这么多的你的作品呢? 有一个公司它跟我们其实同一个投资方, 就是我们的兄弟公司。 所以它会给我们一些优惠吧。 然后像当地的这些商家, 我们就会跟商家打分别的协议。 就是说如果你加入我们这个program, 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用户。 所以这些人去申请这海外信贷的信用卡的时候, 是不是通过率是百分之百呢? 基本是的,如果它不是偷渡来留学生。 我们是相信所有留学生已经被大使馆已经卡过一次关了。 所以能在这边上学的, 无论学校好还是坏, 都会是比较优秀的一批人。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学生信用程度, 或者他整体的个人的价值, 我们是评分很高的。 我们会先确定他是没有问题的人, 然后就给他。 真的发现问题我们不能分布一下。 我能说一下解决方法? 我们的解决方法首先第一点, 有学生分为有试暗号和没有试暗号。 有试暗号就好解决了。 我们会有情地提醒, 如果真的恶意不坏的话, 美国有少的法庭可以解决。 然后没有住在公司, 我们更平坦的方式就是, 先跟爸妈交涉一下, 跟爸妈解释一下, 这孩子在美国不能这样恶意不坏钱。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想真的抱上法庭。 当时用的幸福也不好, 这就不会很舒服, 我只能让父亲两个建议我们的两种产材。 西米我们用的更偏向来掌握他国内的财产。 因为国内有很多巨大公司嘛, 然后像如果他想来借钱, 他真的想来开始建议他的心理体系。 他如果在美国没有任何的可以追踪的东西, 就可以叫人家国内。 那边他控制的公司, 那边名下人的公司, 他的工作, 他如果是有工作的话, 我们会根据他的那个, 国内有个设法号, 我们会跟着那个来追踪。 就是海外新的地方, 现在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在短暂的地方, 十分年多的时间也很特别好。 那请问就是, 海外系列的合作伙伴的有关系。 我们的合作伙伴, 有大有小, 我主要想说的就是一下好居。 像好居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首先他是新闻方的副总裁, 从新闻方跳出来之后做两个东西。 他跟我们海外现在享有同一个投资方, 然后他的所有的目标去做点就是学生。 对于一些初创公司, 怎么去邀请, 就是要一些知名的企业成为合作伙伴? 我们邀请的时候基本会走三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 首先要确定他的这个大公司, 有没有任何的一个brunch, 跟我们小工作的业务有任何的联系。 然后我们会去target那些, 未来有可能会有联系的人, 或者就没有感兴趣的。 然后第二点, 可能我觉得还是要靠connection, 靠关系, 然后找一层一层网上找。 我觉得很多大公司现在他们也很关注了创业公司的这个发展前景, 他们也很愿意给一些提醒。 谢谢。 可以跟我说一下, 在这未来5年, 海外现在的发展的情况会怎么变吗? 我首先去讲一下今年的目标。 今年我们打算12月底之前, 可以用物量出过5万, 然后我们会开始浪出我们这个信卡的服务。 我们终于在两年, 两年半之后, 开始建立我们这个美元的信息体系。 我们现在能拿到的所有的数据和判断每一个因素的比重量, 我们都会是为以前建立信息体系的一些奠基石, 争取5年可以上市吧。 我们现在美国的金融版本是20。 好, 未来10年的目标呢。 海外现在来讲, 未来10年之后应该已经做了不止美国了。 我们可能打算是在5年之后开始拓展, 中国人以外的市场。 因为像印度人也是很大的一块市场。 下一个可能韩国人会也很大的一块市场。 再往下可能就是墨西哥了。 墨西哥可能会另外一种操作模式, 因为它整体的水平可能跟发展的国家不太长。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做全球生意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现在愿意成为把北美区块链学会的会员单位吗? 愿意,非常荣幸。 非常谢谢你。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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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